大家好,欢迎来到戏剧人说戏剧人的频道 今天来说2023年12月生肖在秉承月当中的运势 今天要说的生肖是属虎的朋友们 属虎的朋友们呢,在这个月秉承月当中 据是容易被人牵着走的 所以容易是一个情绪上起伏比较严重的月份 情绪起伏呀 情绪上自己会感觉到不稳定 时好时坏 同时想法也会比较多比较杂 容易自己想得多 导致属虎的朋友们呢,在秉承柳月中容易 在这种不稳定的心态下做错选择 这一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跟着来看大家比较关心的事业上的状态 属虎的朋友们呢,在这个月会觉得自己有一些没守成规 我已不排除会萌生一些自我改变的想法 但实际上这个月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加上自己在这个月当中的眼光会有一些狭隘 所以秉承柳月中的虎虎们其实不宜做出新的改变 如果属虎的朋友们在秉承月当中真的按耐不住想法 可以跟信任的人交流沟通一下 听一下对方的意见 同时呢,在这种交流和沟通中也能让属虎的朋友们 能够心态上平和一点,然后情绪上稳定一点 整体来说呢,秉承月当中属虎的朋友 的事业运实际上是比较普通的状态 为平平之态啦,事业上 再来看财运方面 属虎的朋友们呢,在秉承月当中 其实整个正财和偏财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财上无论是正还是偏都不理想 并且这个月不适合在不动产方面去接触和考虑太多 所以属虎的朋友们呢,如果是在秉承月当中 要去接触不动产的话 这个月要特别注意,实际上是不适合的 尽量是避开 在日常的生活上呢 这个月属虎的朋友会是中规中矩啦 财运上 并且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这个月属虎的朋友们花钱 是要特别记住 谨慎再谨慎 因为这个月呢,整体来说 不利挣偏财 正常薪资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靠接触偏财或者投资的朋友 这两条路对于属虎的朋友来说 都是比较平淡的 需要谨慎的月份 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呢 对于正偏财的 投资也好,接触也好 属虎的朋友们尽量是求稳 谨慎 不要大手笔的去投资出去 跟着来看因缘方面 属虎的朋友们呢 进入到秉承月实际上是 桃花星虚弱无力的 因此 会是桃花运势偏于暗淡偏弱的一个月 那么单身的朋友们呢 这个月依然会处于单着的状态里 有伴侣的朋友呢 偶尔彼此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吵闹 这个吵闹要特别注意 在秉承月实际上是会影响到双方感情的 因为毕竟这个月 属虎的朋友们情绪确实是容易起伏不定 那么建议是 伴侣想带着你做什么呢 你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可以配合一下 体来说呢 秉承月对于属虎的朋友的感情 运势的帮助是比较一般的 属于很普通的月份 来看健康也是最后一个方面 这个月呢 虎虎们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秉承月哈 容易在双肩这个地方 肩颈这个地方 感觉到疲惫感 吃东西的时候觉得味道没有那么重 也容易困倦 所以这个月虎虎们呢 要多多加强自己的能量代谢和循环 同时还有个要注意的就是牙齿 这个月虎虎的朋友们呢 容易有牙齿敏感的情况 好啦 这就是属虎的朋友们 在2023年秉承月的大致运势状态 注意哦 生肖属相的运气态势是一种外在的参考 并且也仅供参考 为的是让大家方便去把握自己每个月大致的运势重点 但具体的命盘还是要具体分析 因为群体运势始终不等同于个人运势 生肖属相只是我们命理知识的小小切入点 希望所有人都能拥抱利好的运势 大家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